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常泰 我们继续目标管理的课程 这节我们将讲动力和阻力 通过前一节的学习 我们意识到很多事情其实是我们能做到 但是我们不想做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能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开始制定目标 然后开始执行 但依然有可能我们无法达成目标 然后自己感到挫败感 然后放弃 接下来的话可能灰心丧气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无法达成这些目标 我们这里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物理学的例子 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例子就是动力和阻力 假如说我们面前有一个空的箱子 这个箱子非常轻 重量几乎可以忽略无计 这个时候我从一个方向使了大概石钮的力量 这个时候我可以很轻易的就把这个箱子推动 这正好比我们想实现一个目标 如果这个目标非常的简单 而我使用了一个比目标略大的力 那这个目标就可以达成 那比如说我的年度目标 假如说就是想看一部电影 那这个目标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容易达到 我可能稍微安排一点时间 就把这个目标达成了 但是在实际情况之中 这个箱子往往不是空的 可能装满了很多物品 很重 这个时候由于箱子很重 就产生了比较大的摩擦力 可能我们有这个石钮的这个推力 但是这个箱子有20牛的摩擦力 也就是阻力 我们无法把这个箱子推动 我们也无法达成这个目标 那这好比我们的目标不是看一部电影 而是在一年之内要读三百本书 我们发现这个目标 这个非常有难度不好达成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发现阻力非常大 能解决的这个办法呢 只有增加动力 假如说阻力是20牛呢 那我们这个用30牛的这个动力 来推这个箱子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发现又可以达成这个目标了 那我们如何增加这个动力呢 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啊 这个美人的能力呢 是不一样的 人的能力呢 也是可以不断提高 不断培养的 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 他可以拉动这个一辆黄包车 这是大部分人的水平 但是呢 有些人经过这个长期专业的训练啊 力量非常大 有些大力士呢 甚至这个可以靠一个人啊 拖动这个一下大型的飞机 所以呢 我们要坚信啊 我们能力呢 是可以不断提高的啊 人是具有这个无限的潜力的 那可能有一朋友会说啊 我当然知道我是有很多潜力的 但是这个当前我怎么办呢 当前这个啊 我想达成这个目标 但是我能力提升没有那么快 我该如何去做呢 那么呢 我下面呢 会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方法 那么我们拿这个跑步减肥当成一个案例 假如说现在这个体重这个超过了这个正常平均的水平啊 比较肥胖 然后呢 我想去跑步啊 减肥锻炼 那在最初的时候呢 应该是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有动力啊 动力就是认为这个跑步对身体好啊 能减肥 但是呢 在实际情况之中呢 有很多阻力 比如第一 可能我觉得我的运动鞋呢 不舒服啊 就跑起来这个很别扭 那第二呢 可能平时我这个喜欢看电视 一看电视呢 就把时间全消耗掉了啊 忘记了时间 然后呢 也没有时间去运动了 那第三点呢 由于这个平时晚上呢 外面很冷 我感觉很不舒服 不想去跑 然后呢 我也怕这个在运动中呢 受伤 接下来呢 可能有时候天气不好 比如这个下雨啊 下雪啊 这天气不好呢 我也不想去运动 那还有第六点呢 比如下班之后呢 感觉这个一天忙起来之后呢 感觉非常的疲劳 也有可能是我不喜欢这样运动 我发现这个跑步这件事情呢 我只有一个动力 就是觉得跑步对身体好 可以减肥 但是呢 我发现阻力呢 有六七个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这个目标呢 注定是很难达成的 因为我们发现 这个阻力呢 非常大啊 动力非常少 我们可能 这个只能偶尔坚持一两天 但是无法把这个 跑步的事情呢 长期做下去 也无法达成这个 跑步锻炼身体 跑步减肥的这个目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是要放弃这个目标吗 当然不是了 我们有方法啊 一定来调整 那方法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增加动力啊 减少阻力 我们看一看这个动力啊 动力的话 我最初呢 只找到一条好处 就是减肥对身体好 能减肥 那接下来呢 我大概花这个半小时到一小时呢 安安静静的坐在这个办公桌前 然后呢 拿出一张纸 拿这个一支笔 然后呢 这个安静的思考 减肥啊 或者说跑步 对身体啊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那经过这个大概半个小时的整理呢 我发现这个跑步或者锻炼呢 对我有很多好处 第一呢 我找一项这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运动 比如打篮球啊 或者其他的运动 第二呢 我觉得这个一个人跑步呢 非常无聊 但是呢 我可以找一些朋友啊 大家约好时间一起去锻炼 一起去打球 这个大家一起去这个运动呢 感觉很有成就感 很开心 第三呢 运动本身呢 让我很有成就感 比如打球的时候呢 投进一个篮 或者是这个打平凡球呢 取得了这个一场比赛的这个胜利 很有成就感 第四呢 我开始去这个构想 假如说我能够经常坚持跑步 经常去锻炼 我的身材会变得更好啊 那这样的话会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更开心 那我的身材变好之后呢 我认为我穿衣服呢 会更加的帅气啊 我会这个变得越来越有精神啊 然后这个让同事朋友更加这个认可我 然后呢 让我更有信心啊 更有自信 那接下来呢 第七点 运动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啊 让我少得疾病 我有更多的时间呢 去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之中 那第八点呢 也会让我的精力呢 非常充沛 然后呢 第九点呢 我有好的身体以后呢 我可以这个更好的照顾家人 第十点呢 如果我的身体非常好 我可以这个到七十岁的时候呢 都可以讲课啊 帮助别人 那这个经过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整理呢 我发现啊 原来这个跑步啊 健身有这么多好处 这些好处呢 是我以前这个没有深入思考过的 那当整理出来呢 我就把这些这个好处呢 不断的去看 记起来 那有必要的话呢 也可以贴在自己这个办公桌前面啊 或者是这个存在这个手机的桌面里 那这个时候呢 有一朋友会说 虽然我有很多动力呢 但是我们刚才呢 还发现很多阻力啊 可能还会 这个让我不愿意去行动 不愿意跑步锻炼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逐条去分析这个阻力 看能不能把它这个 消化掉啊 这个这个 去除掉 那首先呢 第一条运动鞋不舒服 那既然运动鞋不舒服呢 那我们就去买一双自己 这个喜欢的牌子啊 自己感觉这个舒服的运动鞋 然后呢 穿着这双新的运动鞋呢 去跑步 那第二点 一看电视就忘了时间 那怎么办呢 我们呢 强迫自己和朋友呢 约好时间啊 到了时间的之后呢 我们设个闹钟 然后呢 这个因为在平时的这个 社交之中啊 我们往往是不喜欢这个违背承诺的 我们一旦约好时间啊 基本上都是要去服约的啊 这个一起去锻炼 那第三点 户外很冷 那既然这个户外很冷呢 那我们去这个 买一些非常保暖又轻便的这个运动服 让自己这个在跑步的时候呢 感觉这个很舒服 那第四点呢 我怕运动中的受伤 那这点呢 其实也很好解决 那我们到网上找一些这个 健身跑步的这个热身的动作 然后跑步之前呢 做一下热身就可以避免受伤 那第五点呢 天气不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可以呢 下载一个这个天气的APP 提前关注天气预报 比如这个 刮风下雨的时候 或者下雪的时候呢 就不运动啊 可以在家里看书 然后天气好的时候呢 就提前准备运动 那说到这里的时候 让我想起我在 以前这个跑步减肥的时候的一个经历啊 当时呢 我感觉 我已经找到了很多这个动力啊 就是自己内心的动力 然后呢 这个动力呢 已经很强大了 有一天呢 当时是下雪 那按照大多数的情况来讲呢 下雪就不跑步了 但是由于我这些内心动力太强了 这个下雪呢 已经无法这个抵抗我的这些动力了 然后下一天呢 我就去跑步了 那后来有一天呢 这个过了几个月吧 应该是这个开桌以后了 然后那天刚好又下雨了 那一般来说呢 下雨又不能跑步了 因为这个容易淋湿啊 容易这个感冒 但是后来想 我这个跑步呢 运动这个健身呢 对我有这么多好处 这动力呢 还是非常的强大 那这个时候呢 我干脆拿了一把伞 边打伞呢 边跑步 那所以说 如果你能找到充足的动力啊 然后这个减少大部分的阻力 那这事情呢 就非常容易发生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最后一项啊 就是下班后感觉很累 那这个也很好解决啊 要么呢 我们在早上锻炼啊 早晨这个经历状态会比较好 然后呢 这个安排时间锻炼身体 在早上锻炼身体之后呢 往往会让一天呢 变得更有精力 那或者是呢 我们在白天工作的时候呢 注意调节啊 不要把自己白天这个 搞得太累 然后呢 精力都耗尽了 下班以后呢 就不愿意锻炼 那所以经过这个阻力的逐条的化解 我们发现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六七条阻力呢 都不是问题 我们都可以注意解决 这个阻力呢 基本上呢 就可以降为零了 然后呢 我们又找到了这个大概有十条的动力 那当这些事情处理好之后呢 我们发现出去跑步啊 出去运动健身呢 就变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这个动力呢 非常强 阻力非常小 那这个目标呢 就可以顺利的推进 那所以各位朋友 在设定自己目标的时候呢 把目标列出来 然后呢 逐条的去分析阻力和动力啊 逐条的去这个 化解阻力 增加动力 那么当这个我们把事情想清楚 想明白啊 把这个外部环境条件的都解决之后呢 这个事情呢 就更容易达成 好 以上就是本节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